上兩次廁所 早上起來之後 第一次小便的話 會是在下午中餐過後 然後我第二次上廁所 大概就是在洗澡的時候 這麼固定 你剛剛是說你早上起床之後 然後就一直到中午 下午才上 下午才第一次 才會去上一次廁所 你也是不喝水的嗎 我其實也沒有不喝水 但是以前 還沒有生小孩之前 我有喝水 但我一直都在 可能不知道是憋尿習慣了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坐辦公室 所以我一去上班 我就坐著 然後一直坐一坐坐坐到下班 那有時候會加班 我一上班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超不掉 對 然後我就很少在上次 生了小孩 就完全只有服務小孩時間 我就是起來 就是服務他 然後下午 有時間他刷完牙了 我去尿一個尿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晚上他睡著 我去洗澡的時候上個廁所這樣 他我基本上就是 懶得去給自己倒水 我基本上是沒有時間 也不想動 因為我就是陪他 欸 在地墊上 我都是躺在地墊 讓他在地墊玩玩去 然後吃飯喝水 我就是坐在沙發 欸 陪他吃飯喝水 這樣子 給他看書這樣 就是不太有動 所以我們湊滿了兩位 不愛喝水 然後酒做的媽媽 還有一位 我也是 因為我工作的關係 我常就是文書處理的話 一坐下來就是四五個小時 然後我也是非常不喜歡喝水 因為我覺得水就是 要找到好喝的水很難 是不是 大部分的水都是沒有味道 然後喝起來就是很難入口 就很高管 所以我就很少喝水這樣子 然後少喝水的話就會少上廁所 那即使想上廁所我也會忍耐 因為你會覺得放下手邊的工作 然後去找廁所 然後再回來 你要重新投入 你覺得這個是浪費時間 對 所以會忍 一直忍到最後 要忍不住的時候才去上廁所 那時候就會覺得膀胱實在 超級不舒服 這是要爆棚的嗎 對 真的 就是要遇到最後這樣 這位朋友認真囉 可惜 這已經基本上不需要解答 觀眾朋友應該也猜出 這個健康危害了 小心會怎麼樣呢 腎發炎 為什麼久坐會造成腎臟的發炎 我們講說我們剛剛有提到 久坐它處在一個比較靜態 其實我們身體比較健康是要伸展 你站起來就是一個伸展的狀態 我們坐著一定是縮 歸縮在一起 縮著 那我們縮著事實上 很多的治癒神經功能 其實縮著的時候它會變成 我們要訓練我們的治癒神經 常常要運動要活動 那我們講治癒神經就是一些 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你久坐的時候事實上 我們很容易造成一些 治癒神經功能失調 那治癒神經功能失調跟我們 膀胱我們在排尿事實上 都跟這兩個交感跟副交感 有些肌肉要收縮 有些要放鬆 你才能順利的排尿 所以這個假如你治癒神經功能失調的時候 常常排尿會很困難 那排尿困難之外就會造成 我們的很多的那些泌尿道感染 那加上我剛講低代謝症 代謝變慢的時候 很多的那些什麼膽固醇 高血壓等等 就會造成你免疫跟循環不好 你小便排尿不順很容易產生一些細菌 你免疫功能又不好 就很容易感染 這個大概是久做 第二個叫做懶得喝水 懶得喝水 其實這個是我們國人一個通病 那假設我講水喝不夠會有什麼 第一個你女孩子一定很容易泌尿道感染 因為沒有沖的 第二個你濃縮的尿液就會產生結晶 那叫結石 所以就很容易產生結石 那這些都跟我們的腎臟反 還有我們很多我們想說 你要排毒 小便要排掉很多的尿毒 是要水去排掉我們代謝的 你沒有水你排毒功能很差 身體就很容易產生一些腎炎 不只腎炎其實很多問題都會出現 第三個一天上廁所不到兩次 我問大家正常上廁所應該幾次 我其實 沒有想過欸 會不會跑個五六次啊一天 超多 腸胖有力嗎 我講 其實腸胖太有力了 我講到兩次 那我們排尿大概也四到八次 都是白天是白天 那至少我在講大概大概兩個小時 要去上一次廁所 如果我們醒著是十六個小時 大概八次 大概這大概算 那入睡之後最多零到一次 你可以起來一次 那如果晚上起來兩次就是比較多了 一天就排兩次小便 這我聽起來也非常不可思議 你一天假設有1000CC的尿液 你等於你的膀胱要撐到500CC 我們正常大概150到200CC 膀胱就會想要上廁所 所以你一泡小便大概可以排個200CC左右 當你處在一個把肌肉膀胱撐到那麼開 你還在憋尿的時候 它最後就會有一點鬆弛 然後那個自律神經功能會亂七八糟 到最後你想要憋很久你要去排 反而排不出來 我們就看過那些老年 尤其你有如果年紀大有合併 什麼攝護腺肥大 它撐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完全解不出來了 然後就累積到1000CC 2000CC 像一個小籃球 最後就掛急診 放倒尿管整個這樣放出來 就那個治癒神經功能已經失調 它已經鎖住了 你就沒辦法打開了 所以真的是這三個如果全部連在一起 你腎臟就等著發炎 這個習慣不只是腎臟會發炎 其實你會便利 喔 因為神經 不是 因為你的膀胱那邊的神經 跟你的排便的神經是一起的 所以因為你一直讓它不動 就是一直憋嘛 所以一直懶惰 所以它那個神經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會鈍掉 所以變成你連排便都會變滿 喔 是 對 其實像我剛剛聽到那個 依萊媽分享 她不是說她也是做文書工作 然後都常常憋尿 我有個朋友就是作家 工作性質很像 然後就常常就坐著 然後就懶得喝水 然後也都沒有去上廁所 結果她就尿道嚴 然後你知道尿道嚴很痛苦 她會反覆的感染 對 然後而且她可能就會有血尿 就是擦拭會有粉紅色 然後想要排尿又排不乾淨 對 最痛可怕 然後最可怕的是 因為她又沒有把它好好處理好 所以她就沿著尿道 那個細菌就沿著尿道 往上面感染 然後就 後來她就變成是 急性腎瘀 對 急性腎瘀 對 她就直接 對 直接就在 裡面住一個禮拜 不過剛才那個 瑞君不是講說什麼腰痠什麼 欸 急性腎瘀不是腰痠而已 是敲她一下 啊啊啊啊啊 會痛得很誇張的 不是只是 真的 有點痠 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她會引起很大的病變就對了 對 所以不能小看這件事 我很驚訝剛才三位都沒有發生欸 你們都沒有過欸 沒有 可是她有啊 她有滴滴答答 她有那個痛感 對 可是沒有 因為她們天生立直啊 沒有 沒有 中奶奶 中奶奶要不想啊 你說什麼 要跟她就不想 因為我之前也是憋尿 然後憋尿之後我就尿出 就是血 這真的是尿出血 對 會尿出血 但是我那時候可能是第一次 還沒有那個感覺 就什麼著熱感 那時候還不懂 就趕快去掛急診 然後就去跟急診 醫生說 欸 我怎麼了 我怎麼會尿出血來 然後醫生就說 欸 你泌尿到感染欸 你怎麼現在才來看我 你應該很不舒服吧 我說 我沒有欸 我沒有感覺啊 真的 她真的少感覺 然後醫生就說 我現在開藥給你 你要記得把藥吃完 因為你知道那個 泌尿到感染很不舒服 然後你會坐立不安啊 對 對 對 然後你就會一直想要坐在馬桶上 然後你每一次尿 就尿那一滴 對 就這樣尿到一滴 然後那一滴就像刀在割 對 對 對 那個很不舒服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趕快把藥拿來吃 然後大概吃了兩三包 就好了 好了你就會忘記把它吃完 對 然後我就這樣反覆 這樣反覆一直 復發 一直發作 大概一年吧 就大概兩三個禮拜 我就要去看一次醫生 兩三禮拜就要去看一次醫生 然後我覺得說 為什麼我都好不聊 所以我就問醫生 醫生就說 因為你藥都沒有吃完 那是抗生素嗎 對 抗生素要是一個療程 不然會有抗藥 其實台灣最常見的蜜藥道感 大部分都是大腸桿菌 那大腸桿菌 其實我們一般用的 第一線抗生素都是有效的 但是你大概兩三天 症狀就幾乎解除了 很多人就停藥 但是我們希望你把療程 你停藥之後 它可能會再長起來 而且長起來之後 有可能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新的抗藥性的一些菌種 所以我們建議其實 他們我們可能會加抗生素 加一些止痛 或者抑制算 那那個藥 其他的藥你可以三天就停藥 沒關係 但是我這些 抗生素一定要給它吃完 一般會吃一到兩個禮拜 你吃完一個禮拜 如果覺得症狀 好像覺得不是很有把握 就再到醫院 再驗個小便再看一下 好 所以我們中醫師 還有哪些症狀 在中醫是代表 症功能不好這樣子 好 這裡面有六項 其中你如果出現三項的話 你就要懷疑自己的腎臟的功能 稍微比較低下 這個時候真的 你就不要再久坐 然後也不要再不喝水 不要再不去上廁所了 第一項就是說 你會不會常常覺得自己很怕冷 這個以中醫來講的話呢 中醫一直在講說腎陽 就是我們人體陽氣的地方 陽氣不足當然會比較怕冷 那另外就是說 你會不會常常覺得會很容易累 你明明睡得很多了 睡眠很充足 但是你還是一直會打哈欠 第三個就是說你的臉色是黑的 因為我們講黑色的顏色 是跟我們腎臟有關係 黃色又是跟肝臟 所以這個青色什麼的 這個就不太一樣 所以黑色的話跟腎臟有關 或者是你的耳朵 你看一下我們一般正常的 都可能會感覺比較有光澤 比較紅潤感 那你看看自己耳朵 最近是不是看起來 好像比較乾乾的啊 沒有什麼光澤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你會不會常常有無病生理 唉唷 還常常的 那是重心的問題 對啊 重心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要跟老公打個交 對 對 現在自己好像 哪裡不能死嗎 大眾最流利是要痛